哈啰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帝BasicVision 今天很开心有淑鸣在我们当中 哈啰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东西就是 就是呢 为什么在一个感情里面呢 会被戴绿帽的五大原因 第一个呢 我们就要讲说 关于对象问题 对象问题 就是什么对象问题 会造成另一半会出回 俗话讲得好有一句啊 叫我们去啊 江山一改 本性男女 就如果 有 就如果 好像A女生 她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然后A男生就追她 然后她展示什么 她展示那个女生为了她 如果你的对象就是已经 曾经有这个臭鬼的经验了 那么她很肯定 或者是她有很大的几率 她接下来在你身上 也是会有同样的事情吧 嗯 那根据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给太多信任 所以呢 造成了你的另外一半呢 可能就有机会去处理 因为你给她太多的自由了 太多的空间了 所以有柜地有空了 就信仰仰仰了 chlossen 你可以发表一个 фин 没有啊 我心里还要帮我多试 看你讲得这么自来 这么直接我就知道了 第三个点就是付出不成证 所以是说两个人之间的付出呢 要成对比 就是一方面呢太过于是 付出那一个方面 然后另外一个呢反而是 比较被动的 所以造成的被动那一方面 就会把对方的付出呢 当作是一个理所啊 对对对对对 就会变成感情上的一个 导我现在是一个问题咯 有一句话就这样子讲呢 得不到的永远都在造动 所以有时候呢 要适可地付出这一次 所以呢第四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一直给自己 夹希望怎么讲呢 就是可能双方面的其中 一方呢已经是 不爱一方或者是两个人在 平民一切都通向的问题 甚至是分手的问题 一方就是不要去免费这些事 一直给自己讲希望 然后就类似 每段情侣都会有吵架 吵架 就更加了解对方 这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可能就是 从一开始呢 那个女神或者是男神 都可以自己讲希望 只要我努力一点 他就会爱上你 就会喜欢我 现在轮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某一方面的缺陷 哇 某一方面的缺陷 哇这个某一方面很重要 哪一方面先 到处能归类成两大类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要靠自己的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要看医生的 看医生的 可能是男生面的缺陷 哇 你这样想会让人 不会啊 紧张叻 紧张 紧张 不用看医生的 当然就是 金钱方面咯 就是另外一半 可能担心 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 所以就会 给你戴绿帽咯 第二个呢 就是 生理上的 缺陷 这个别办法 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就去开心咯 啊 不要逃避 不要给自己夹希望 哈哈哈哈 这以上的纯组呢 我们自己 根据不同的情况 然后根据一些网上的调查 还有我们的朋友圈呢 所证结的一个结论 但是也不能完全的 是做准 最主要的呢 还是要看医生的 这些结果呢 都是因人而异 对 但是呢 到最后还是奉献一些 就是感情呢 还是爽方便的 但是 到最后呢 还是要爱你 今天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啦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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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